你 现在几点了 现在 现在好几点了 到底几点了 几点了 十 十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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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几号了 你到底想干啥 我在画画时间中 有一点点乱 那个 我先走了 我想起来了 今天是三号 我想起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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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什么酒味啊 是不是放在冰箱里过期了 就这种酒 全部就放在冰箱里过期了 然后再把它吊开 放在冰箱里里 不要 我疯了吧 我跟他跳什么舞啊 这哪有什么初恋的感觉啊 不就不信了呢 你还 我就是说嘛 一般的酒 想催倒我家的铃 还真是嫩的点 杰 杰 我爱你 别碰我 别碰我 你别碰我 听我 你会好好 你会安详晚年 你会子孙满堂 你会一辈子 躺在一个温暖的杠上 不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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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明白吗 中文没完没太听到 你不重要 赢得那张床票 是我一生 最幸运的事 因为他让我遇见你 赵 老板 老板 赵 赵 这个鸭子可以做两个人 赵 你可不能走 不能哭 不能哭 他难说了 不能为男人掉下眼泪 还好 还好 我就不信了呢 我还 干什么 走了 是啊 去哪里啊 回家 然后呢 去打怪 不打怪行不行啊 不打怪你养我呀 又干什么 我养你啊 你先养好你自己吧 傻瓜 没办法 好 我 老板 博士兵的官方人员 已经被我安排在了女娲七星酒店 她们对我们的安排特别满意 您放心吧 B52陨石磁场强大 万一落在敌人手上 我们会很麻烦 那麻烦 那麻烦啥都没你比划那么麻烦 一块破石头而已嘛 还有咱老板对付回来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清随大事会说那个雨池 会阻止我们的大忌 难道跟她的强大磁场有关吗 有没有关系 今天晚上去查查就知道了 好好好 你倒一下 来 来 来 喝一杯 排一下酒 你谁啊你 叫我范达哥就行 范达哥 你知道这是谁办公室吗 突然觉得这个地 也不是特别脏 等你们踩脏了以后再叫我 对不起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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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新来的脑子可能不大好 你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第二次吗 你把我键盘擦湿了啊 你有病啊 这喷水它能擦干净吗 哪有能够擦键盘的 这孩子 你说话呢 没大没小的 看我这样啊 键盘不能用水擦不知道啊 为什么 键盘不是防水的吗 我办公室的键盘防水 你擦擦去吧 行 没问题 你这办公室在哪儿 那么金蜜辉煌 那我的办公室瞅不出来啊 最杀的一个 好好好 好 那么金蜜辉煌 你瞅不出来吗 老大 老大 我楼上啊 还有一点东西没有复印 你先去帮我复印吧 他 他让我擦办公室 谁是你领导 快去 晓菱 你也先去忙吧 我这儿暂时用不着你 好 怎么着 把人都支走了 想卖什么关子支说吧 我跟你说啊 你别打他主意 他又不是故意动你的精精的 连你都看出来 我喜欢精精了 就精精看不出来 我跟你说那 我都不忍心下手啊 这孙子直接上手了 反正我不管 我找机会我就要教训教训他 我提醒你 这可是在公司 你不要这么嚣张 稍微收敛一点 第一次看你这么紧张 你是不是看上那傻子个儿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乱七八糟 我说话呢 这没事找事 沈 沈精灵 送给你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不是让我难做吗 让晶晶看到他会吃醋的 我就是单纯地想请你吃一顿烛光晚餐 我劝你还是使得这条心吧 除了晶晶 我是不会和任何女人吃饭的 你走吧 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你回来 你同意了 想什么没事呢 不过你倒提醒了我 从明天开始 我要把全公司的女员工全部开除 以此来证明 晶晶才是我的唯一 明天起 你不用来上班了 花不要浪费了 送给锅楼房的王大爷 慢走 这么巧 小白呢 你来干吗呀 我不找你 小白呢 你还来找他干吗呀 来 我有事跟你说了 你拿我干什么 我不 我不相信你个若不欺负女孩子 你还能偷偷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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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你想干吗呀 小晶 我俩真不合适 想什么呢 这个 是我们之前交易的全部筹了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啊 你和我的合作关系 正式解除 为什么呀 是我做得不好吗 当初是我不对 是我先找你 让你假扮雪仙 来哄我姐开心的 可是没想到 这个假的气氛 只能让我姐的病情 越来越严重 所以啊 这个游戏 我不玩了 行 游戏结束 但感情没有 我说你有病吗 你可真逗 这是一场游戏 现在游戏结束 结束 你知道了吗 小晶 我知道我从小到大 没做任何正经的事情 骗人是我唯一的常数 我除了骗人 我什么都不会 小时候我骗老师的感情 偷改试卷 骗爸妈的钱 去办假毕业证 骗小女孩谈恋爱 永远说自己是初恋 骗搓澡的师傅搬�靶子 就为了搓一顿免费的澡 所以后面我连大学 都没考上 于是我只能跟我老爸 以装身弄鬼为师 我知道这个很丢人 我活这么大 我现在才明白 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我改过自新了 做了人生中两件 最认真的事情 一就是拜贾小林为师 保卫世界和平 二 二就是 喜欢小白 这钱给你 喝酒不喝兔那还叫喝酒吗 你还是第一次喝这么多 为了女人吧 你怎么知道呢 一个男人没事干喝闷酒 那除了喂女人还能喂什么呀 干嘛 当年爸 是怎么把你给追的 你爸呀 当年那叫一个死缠乱打 要知道你妈年轻的时候 那可是班里的班花 学校的校花 街道的街花 我到现在还后悔呢 当年我怎么不去参加个学美呢 好听啊 对对对 你坐好 其实呢 妈是想说 当年追你妈的人 那排成一条街 就是你爸当年最痴情 他每天都到楼下等我 不管风吹日晒打雷下雨 从来没有缺席过 就是为了跟我打个招呼 送点吃的什么的 到后来时间久了呢 他才好意思跟我聊聊天 送点礼物 我就是被你爸的痴情打动 所以同意了他的告白 到后来我们好了 他还是一直等我 最让我感动的是 他还应聘了我们小区的保安 一边等我 一边赚钱给我花 妈 你的意思就是让我 死缠乱打呗 不不不 我是让你应聘 蜡庄保安 你 你怎么知道 我喜欢人在蜡庄 你以为我平时不问你 就是不关心你啊 说吧 是不是想让你妈出马 帮你一把啊 这个人你说的 先生 先生 我 我先生 现在不给你介意 先生 你 你走快 你走快 醒醒 机关 你先下去 欧阳玄 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 还来干嘛呀 门口那个机关 他连我都拦不住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 保护你们两个 我来应聘你们这儿的保安 你疯了 你疯了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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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证明 我不是为钱 才对你穷追不舍 小金给我的钱 我一分都没有用 合情合理啊 谁要你的破钱啊 别在这儿疼 等着我 小白 你别怕 小白 我传成这样 每天在你面前晃悶 总有一天 我会治好你的心魔 你现在很生气 所以我来应聘保安 我白天正常上班 我晚上就来保护你们 我们这儿晚上 不开门的 对面 有个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 你去那儿当保安去 那我已经替你打劲了 我跟你说了八百遍了 你不是许仙 不是我要等的那个轮 那我就去改名字 我明天就去派出所 把我这个名字给改了 小白 你怎么还没有清醒啊 许仙和白蛇 都是假的呀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 只有保安 不行 不行 我妈 儿子 儿子 你说得太好了 太感人了 你怎么来了 这就是小白姑娘吧 我是欧阳璇的妈妈 我今天来 就是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恃久如命 害得我们母子分离 我没有尽到一个 做妈妈的责任 这是我一直以来 挥之不去的遗憾 我知道 在你们的心里 我儿子很傻 很二 很笨 没出息 但是在我心里 他是最棒的 最优秀的 我儿子从来没有 做一件事情 这么认真过 我知道 她这次是真的动心了 所以小白姑娘 你能圆了她的梦 也弥补我的遗憾 不要拒绝她好吗 小白姑娘 妈 妈 阿姨 妈 阿姨 你怎么了 我现在的身体 是一天归归一天 我还不知道我 还能活多少天 我今天 把遗嘱也带来了 我来之前 把遗嘱都写好了 我就是希望你 不要拒绝我的儿子 我想在有生之年 看到你们结婚生子 小白 小白 阿姨 老婆 这从怀孕到生孩子 最起码得十个月吧 那十个月 你那时候 不得够呛了 呛呛呛呛的 怎么说话呢 阿姨没准能撑过去了 妈 妈 阿姨 妈 你没事吧 我就是想 在我的有生之年 能弥补一点 是一点吧 阿姨 我 我答应你 小白姑娘 妈 你 好姑娘 照顾好自己 儿子 赴妈回家吧 小白 是 谢谢你 我还会来找你 我不是让你来 映天宝发吗 你怎么扣戏了 这叫我入祸式后啊 小青 我刚才是不是说 可以了 小小姐 我们的店呀 已经打烊了 现在只剩下三盘毛豆 五盘牛肉 估计啊 都不够你吃的 老实交代吧 你和你姐都是外线人吗 拿个扫描器 你这安检员呀 我没跟你开玩笑 你是怪物猎人 我们早就知道 也料到了 早晚有一天 你会怀疑我跟我姐姐的身份 但是呀 你这个扫描仪 在我们身上 是扫不出任何东西的 因为我和我姐姐呀 是从我们星球 第一批来到这里的人 你怎么知道 我是怪物猎人 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们啊 来自蛇星球 我姐姐 是我们星球上的公主 而我是她的天生丫鬟 我们的星球 发生了巨大的政变 公主的父皇 被谋徒不轨的大将军所杀 大将军下令 驻杀公主一决后患 我们是无奈 才离开我们的星球 逃到这里来的 但是我们只是隐居啊 从来没害过任何人的 那你们坐在那边 让人产生幻觉的酒 是干什么的 那是一位叫 清水大师的外星智者 教我姐姐调的 因为在我们的星球啊 人的一生只能爱一次 清水大师 教我姐姐调这种酒 是为了解除她的心病 但是 我姐姐一直不肯喝 她是不想忘掉 心中的那个人 但我听说 那个酒 也能解开别人的心结 你有没有喝过许仙之泪啊 我没有 咪西亚 如果你没有喝许仙之泪 是不会杀气腾腾的 找上门来的 很多人喝了这杯酒 都不愿意承认 自己所看到的人和事 你也一样 我告诉你 这杯许仙之泪 是你感情的催化剂 那些你内心在意 却又刻意隐瞒的事情 都会通过这杯酒 催发出来 这杯酒是不会骗你的 但是你 有没有骗你自己 我就不知道了 贾小姐 我代表欢喜市 监管局提醒你啊 喝酒 不开车 伺机一滴酒 亲人 两行泪 我没开车 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告诉你们俩 千万不要伤害我身边的朋友 如果让我发现有什么不妥 一定不会饶过你们 你们心求的人也太能说了 一个一个的 跟碎嘴子一样 你们心求的人也太能吃了 你怎么能吃得那么好 尊敬的各位媒体 各位来宾 非常感谢各位来到 我们展览馆的现场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 惊人集团的董事长 陈一鸣先生 勿订中建议的南鸣人 建议的与兵人项目 替主典的散布 有兴设宾 我介绍你 外星宾 说你的 把这一次展览的全部收益 投入到宇宙的研究当中 我们会支助更多天文爱好者 以及他们的研究项目 要让这股新鲜的力量 带我们继续地探索 无限的宇宙 老板 我暗中调查过 那个机器人 不容吃饭 喝水 没有生理需求 所以 一直没离合过于事 没有生理需求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试过 今天晚上 按照原计划进行 继续用 这场恶战 我们是躲不掉了 现在欧阳璇 已经爱我到无法自拔 可是我不想她越险越深 我不想连累她 现在认识我的人越少越好 惩罚者是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杀我的机会 如果她找上门来 我就跟她拼了 我不想再躲了 晓晴 麻烦你帮我安排 西风公寓的邻居们 我想在临死之前 请大家吃一顿饭 来 老瞻 快 里边请 里边请 这家伙 富里长皇子 给你准备的休息室 快 请坐 请坐 大发大大大沙趴的 快 坐这儿 你这儿坐这儿 这都欧式的 为你老家准备的 入乡水乳 随你们的乳 我带你领略一下 咱们这儿的文化吧 那么接下来 我就教你一个 咱们这儿的传统技艺 好的 绘画 看好 一个丁老头 借了俩鸡蛋 我说三千环 他说四千环 我说你为啥四千环 他说我就四千环 你咋的 我就这么横 我说你个鸡蛋 你咋这么横呢 他说我横是 这是我有原因的 因为我和你送你一个大西瓜 所以这个画就叫 丁老头借鸡蛋完事 怎么样 你笑啥呀 这这啥可笑的 我看你画你还笑我 你这笑 你没看出来挺有天赋啊你 我喜欢画画而已 你喜欢画画家伙 素描啊 但你这 你这没有意境 你知道为啥 没有意境 你看我这抽象派呀 你这感觉一下 你看 你乍一看 你看出来画是啥 看不出来吧 对 我画这叫丁老头借鸡蛋 丁老头借鸡蛋 给他儿媳妇做月子 给他儿媳妇做月子 对 做月子 来 你给素描表来一下 做月子 好 对 感觉一下 现在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我们这儿文化之博大精深的 白腕子 白腕子是什么样的文化 白腕子就是 是力道的文化 白腕子就是 来 先握个手 你好 你好 握完了以后 胳膊肘 放桌 胳膊肘 放桌子上 放在这儿 明白了 玩我是不是 然后呢 我跟你说不能抢腕 你可小心点 我可是老手 我老三在使劲 明白了吗 好 准备好 准备 我 准备好 你死了妈这儿了 我 没有失职 你什么没失劲 你胳膊肘 就给我摆蛇喽 你这人 你还是太争强好胜了 你知道吗 你心境没修炼好 我这 明白了吗 来 咱们来换一个 来 我们俩这样 是不是有点奇怪了呀 你外傻还奇怪 你怎么还穿着毛衣呢 你怎么活了呀 这不是毛衣 别玩笑的 我跟你说 我俩这样 是为了教你一个我们这儿的传统技法 刮痧 虾刮 什么傻瓜 刮痧刮痧 算了 我跟你说明白 这么我问你 你怕疼吗 我对 你怕疼吗 我不怕疼啊 我 我 你 你送了我 送了我 我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妈妈 不如跳舞 站岗不如跳舞 用这个方式相处 忘掉所有任务 哦 跳华哥 哥哥 等一下 我爱你 I love you 我们机器人是不能有感情的 一步就撞了 咱们说什么以后 以后你去没听懂 我也没听懂 热 我就一块破石头呢 我看不过如此 我看不过如此 有纵练喽 我试试 这没事啊 有情况 我试试 别走 我试试 小柯任务失败 继续人来 快走 老板 虽然这次我和金晶没有完成任务 我的妈呀还好 还好意思说呢 你看那张不是让我治得 服服帖帖的 那家伙 现在刮痧都毁了 就他当中医了 但是 我有一个重大发现 甲小联合空天包 现在是越来越亲密了 既然B52隐石 与我们鸡脚人的磁场相撞 不如 我们设个圈套 让甲小联合空天包 帮我们打破这个局 老板 您上次不是说 要派人去试吗 那究竟派谁去试呢 是派韩坤和金晶吗 韩坤是个男孩子 金晶是个女孩子 派他俩去不太合适 那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 您不如先回上太阳国吧 这里的事全让我去试 对不对 我凭了这身本事 什么事都给你摆平了 你就放心吧 你就在太阳国 在你的传誉上摇摇摇摇 等我 等我的好事 珍姆寺那边您安排得怎么样 珍姆寺那边您放心 我现在除了跟哥们一样 我待会儿回去 就教他包饺子呀 贴对脸 但是这些事对我来说 都太简单了 您能不能给我派点 难度细数高的活 韩 你去找一下邝天包 至于贾晓琳那边 是时候我要会一会他了 好了 老板 我没有事 那你来站住 对 说的就是你 过来 站这儿来 你刚才看我那眼神 什么意思 是不是企图向我 向传达的吧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被开除了 明白吗 没有 没有人可以撼弄金灵 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 走 谁逼着我说英文 少天 我告诉你 就算是你 也不可以撼弄金灵 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 你说你是不是有病啊 那你能不能 别老开除我的秘书 那能怨我吗 谁让他看我眼神不对 他看你眼神不对 是因为你裤子 拉粒没啥 我跟你说啊 你开除他可以 那你给我找一个呀 你要是给我找不着 这事我得跟老板说道说道 你等会儿 给我个秒钟 打扫围成那个那那那老头 白不吃他那个 对 就说你呢 过来 快过来 怎么跟个螃蟹似的 跟你说个正事啊 只是我的双眼 只是我双眼瞄啥呢 你也想到狐狸精啊 看着我 好 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当老卑生了 给你派个新活 去给佳佳当秘书 请进 帆大哥 有什么事儿吗 孙总是这样的 我被任命为您的秘书了 我的秘书 等一下 请你严肃一些 我 我这也是第一次当人的秘书 我 我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贴身秘书 到底要贴到什么程度 你不要笑 请你 请你认真一些 我知道 我工作认真 能力强 潜力又大 深受领导层的喜欢 放心 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 有什么事儿 你就尽管吩咐我 行 那咱就开始吧 你先把这个拖把头了 好 好 没事 生活得一点小魔力 这人 我 师傅 我冰箱里的灯泡呢 冰箱里拿买了 灯泡 什么灯泡 就我前两天拿回了许贤之类 你是不是喝了 怎么了 是不是喝点东西还不行吗 你拿回来不就是给我喝的吗 你喝了就没有那么 一丁点的反应 无色无味 下次可以拿一点劲大的回来 你是不是喝得不够多呀 还是这东西得按体重比例来算 开门去 您好 这里是UFO爱好者协会 你们找 佳小姐 我们又见面了 一鸣先生你怎么来了 我在太阳国的时候不是说过 我们会再见面的吗 像您这种回头课 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 干吗亲自拜访啊 打过啊 可是你的手机停机了 来 坐坐坐 走 一鸣先生有何贵干啊 我们老板不仅在太阳国有产业 在本地也有产业 欢喜时的金人集团 就是老板名下的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们公司和世界与池大队一起合作 要举办一场天文展览会 可是不幸的是 这场展览还没有开始 所有训练有素的警卫员 一夜之间离奇死亡 今天来找你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外星人做的 对 从照片上来看 这件事情确实跟外星人脱不了关系 但是 这么迅速把一个大活人抽干水分的外星人 种类并不多 我所知道的 就只有六十六号外星人 或者是鸡脚人 鸡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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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是我心中黑白色 从林海边云石的怪圈 寂寞伪装者 好的坏的怪的没的 抽的怪的胖的瘦的勤快 懒得一边再边 要么鬼怪不分昼夜 星辰和白天 勇敢是我 孙昭月是我 你给我争扯 天外来客 低信使者 通通都来拜我 飞的跑的走的哭的 笑的汗的忧的没的 通通来过来过 按下游戏前后左右开始键 所以会去外星世界 大千世界 欢喜烈心人 站在你面前 保护爱的人 一天又一天 欢喜烈心人 双伤都在线 保护爱的人 从来很埋怨 我全部狐狸追你 追到天涯海角 我心甘情愿陪你 陪你陪到天荒地老 别人的世界 没有什么保护不了 我只要你需要 立刻送上我的外表